中国神话体系远远流长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却被称为无神论者 远古神话中的至高神到底是谁呢 这里是知识天梯 每个人心中的至高神各不相同 有人认为是三清 有人认为是三佛 还有人认为是盘古和女娃 实际上这都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太多 没有出现依神教心事 加上后来各路神话体系相互融合 不同地方和不同朝代又各有各的说法 于是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宗教信仰 简称个性个的 中国的神话体系主要可以根据出现的时间和信仰的内容 分为先情神话 道教神话和佛教神话这三大类 其中先情神话是最为复杂的 根据地域来划分也有不同的分类 首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西女娲盘古之类 记载于山海经与淮南紫上的神明 他们是属于黄河流域的炎黄史诗与余下英雄史诗体系 按照这个体系来说 盘古算是至高神 因为他同时也是创世神 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帝 然后在西方昆仑神话体系中 西王母作为掌管不死药 法恶 玉井灾利的长生女神 地位超然 全名是白玉龟台九龄太真金母援君 后来在汉末道教出现以后 还把他奉为道教众女仙之宗 另外 东方蓬莱仙岛体系 多与山海经的金怪体系融合在一起 但是在民间的流传度并不高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冷门的至高神 他就是东皇太一 东皇太一的地位 远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 他是盘古开天地后就诞生的至高神 在史记《秦始皇本记》中记载 古有天皇、地皇和太皇 其中太皇最贵 而太皇说的就是东皇太一 只不过由于东皇太一与大司命 绍斯命等归属于长江神话体系 尤其是楚地神话体系 所以流传范围不是太广 儒家兴起以后 统治者们从周朝 找到了一个官方正统的至高神 他就是浩天或者天帝 一般来说 大家直接称呼他为天 而把皇帝称为天子 所以很多人往往不知道 天其实也是一位古神 为什么佛教和道教 看起来比先秦神话的影响力更大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佛道两教更加贴近现实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 和道家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道家的创始人我们都知道是老子 而道教的真正形成 要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 道教的至高神被认为是三清 其中原始天尊被认为是把盘古道教化后形成的 所以很多人也认为盘古是道教的至高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佛教很快兴盛起来 尤其是观音菩萨出现以后 很快得到了世人的尊崇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观音菩萨这个概念比较好理解 他被认为是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佛教神奇 有这八个字在 还需要理解他在佛教中的地位吗 拜就完事了 早期道教比较冷门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教义非常复杂深奥 没有观音菩萨好理解 于是后期 道教也多了一些像观音菩萨一样的功利神 比如古代经常崇拜的造神 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财神等等 由于财神十分受世人的欢迎 在魏晋那个混乱的时代 尤其受到敬重 所以道教创造出了九路财神 像文财神 武财神 君财神等等 尤其是到了宋朝这个商业繁荣的时期 拜财神的传统正是留在了中国文化当中 甚至为了和佛教相应 道教也增设了一个地府神话体系 像封都大地 五方鬼地 十殿阎罗 各地城隍与土地等等 但是民间却比较信奉佛教的地藏王菩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阎罗王归地藏王菩萨馆的传闻 令人摸不着头脑 与此同时 玉皇大帝的形象也开始和统治阶级信奉的浩天有所重合 所以人们又觉得玉皇大帝才是道教的至高神 总之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化 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版本 但相同的是 这些神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这片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神奇土地上 神仙已经成为了一种服务性行业 都说服务人员过得憋屈 要把顾客当上帝 对于神仙来说也不能例外 财神爷和菩萨直呼内行 这会儿我就成上帝馆的了 我花了钱你就得给我办事 成为了大家对神仙心照不宣的要求 中国人不养贤神 成为了上千年来的中华传统 各信各的是中国人普遍的信仰方式 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外国人是因为信仰神 所以觉得自己的成功是神带来的 即使没有成功 他们也会安慰自己说 只要自己信仰足够坚定 上帝总有一天能看到 而中国人往往是因为愿望成真了以后 所以才开始觉得神能够带来成功 于是信仰逐渐变得虔诚 你甚至不能称之为神学 而应该叫做玄学更合适 比如信财神这一点 中国人讲究灵活信仰 要是拜了财神却没有发财 大概要想 这财神也不顶事啊 以后不拜了 而如果发财了 就会想 哎哟 这财神爷还真灵啊 所以很多人总说 越是有钱人 越愿意不惜重金 求神拜佛 毕竟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嘛 图的就是一个安心 与其说 这是信仰虔诚带来的神仙护佑 不如说是破财免灾 形成的固定交易 再比如 在闽南和东南亚一带 就信奉妈祖娘娘 因为过去在这些地方 多以出海打鱼的渔民为主 佛祖菩萨和财神爷 管不到这一块 要保你出海平安 非信仰妈祖不可 甚至连明朝水师 都将妈祖视作保护神 朱元璋让无数前朝神明 丢掉了铁饭碗 唯独不敢动妈祖娘娘 在中国 神逐渐沦为了一个 看起来很重要 实际上好像有不怎么重要的职业 大概是因为 中国人只把为人民服务这句话 视作神明吧 知识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 我们下期再见